OK,有很多人問我說他們的身體大部分都是瘦的 但是就是肚子上有很多肥肉 不知道怎麼去剪的 那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Skinify 至於中文的話,我剛剛有Google一下 它是說叫做... 泡芙人 對,我也不知道 那麼到底什麼是Skinify呢? 對,我還是先叫Skinify好了 不然... 泡芙人 等一下面包超人的姨媽 簡單來說Skinify就是 當一個人其實他的體重都屬於在標準健康的範圍 或甚至更低 但是他的體脂肪卻很高 一般來說是這類人他的四肢什麼都其實看起來很瘦 平常穿衣服看起來很瘦 但是就是肚子上有很多的肥肉 但是你有Skinify 並不代表說你不注重你的飲食 不注重你的運動 你可以非常嚴格控制你的飲食 跟非常專注在你的運動上面 但是你還是可能有Skinify 最主要的問題是你使用的方法不對 有些人在減脂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方法不對 所以它雖然減了很多的脂肪 但是同時也減了很多的肌肉 那麼到最後呢 其實它的體脂肪的百分比其實還是差不多的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所以你頂多就是從一個大胖子變成一個小胖子 並不代表說你不努力 而是說你努力錯的地方 一般來說有Skinify的人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在減脂的時候 太專注或是做太多的有氧 然後忽視掉或是根本不做重訊 所以有Skinify到底要怎麼辦呢 很多人都問說 這時候他到底要增肌還是減脂呢 我都會說他是專注在增肌上面 因為這時候其實你已經 不是你減脂的問題 不是你脂肪的問題 而是你肌肉的問題 你整個比例的問題 這時候你需要是提高你瘦體這種比例 所以這時候我會建議專注在增肌上面 把你80% 90% 甚至100%的精力花在重訊 然後有氧的話 考慮考慮之後可能10%的精力就好了 然後攝取熱量比你平時 維持體重量稍微高個230買打卡就好了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 Skinify的人一般來說 都幾乎沒有碰重訊這些東西 所以對於重訊這些方面來說 他們算是還有他們的新手期在 也就是說 他們在這段新手期期間內 他們可以達到同時增肌 同時減脂的這個效果 所以其實你們在這個增肌的過程中 你也是可以適當的減少一點脂肪 聽起來很爽沒有錯 但是呢 這維持不了多久 一般新手期大約會維持個 可能5個月6個月 甚至7個月左右 每個都會不一樣 但是呢 就是很短就對了 當你過了這新手期之後 你就要選擇 你到底要專注在增肌 還是減脂上面 當然是你們要記住一個重點就是 不管你是要增肌還是減脂 你大部分的精靈應該花在重訊上面 而不是優雅 當然如果你就是想去當人家姨媽的話 對不對 我們一見